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些实用性较低的仓鼠用品 让仓鼠新手可以在采买前先评估,帮大家省荷包 我从2021年11月14日开始入坑养仓鼠 一开始是儿子要养三线鼠 我都还没同意,他已经买好四两 屋子,滚轮,侧杀,想反对都没机会了 后来女儿说要养黄金鼠不要三线鼠 因为当初只设定养一只 所以跟儿子商量换养黄金鼠 儿子坚决不要 就这样三线鼠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但女儿还是叨叨念念要养一只黄金鼠 加上刚好我那阵子心情超差 想说养一只黄金鼠分散注意力 结果上帝给我一只天使鼠宝 乖巧不咬人 也阴住乐乐慢慢治愈我的心 走出犹豫 以下经验 是以三线鼠麻吉 三只黄金鼠乐乐 灰灰 QQ的使用习惯为数据 大家参考看看 也欢迎留言分享宝贵经验 首先最不受欢迎的就是电光声乐摩托车 看到网络别人的鼠宝都玩得好开心 买回家没有一只喜欢坐车兜风 反而逃之夭夭 就算关掉声音 电源 只是坐在上面也不要 再来就是大理石散热板 不晓得是不是我买的材质不好 鼠宝完全不想躺上面睡 是在虾皮买的 应该没问题 不可能是假的大理石 购物车 看到YouTube鼠宝都乖乖坐在购物车上 我家的没有一只愿意坐里面 想帮他们拍个网美照都没机会 磨牙石灰石 只有麻吉偶尔咬其他三只完全不要 椰子屋 很奇怪乐乐 麻吉都不喜欢住里面 后来便宜出让 翘翘板 鼠宝坑咬的几率高可以磨牙 但一阵子就没兴趣了 有时会加到缴获手 酒桶屋 儿子采买时只想到三线鼠 没考虑三线鼠也会长大便胖 所以用不了多久就拿掉了 麻吉也很少玩 仓鼠隧道 乐乐喜欢睡在管道里 但黄金鼠体型大 便胖后就进不去了 麻吉有在隧道穿梭 但不会睡在管道里 清洁上比较费功夫时间 所以后来淘汰 磨片门宠物为蓝 黄金鼠破坏力极强 磨片门根本挡不住乐乐 乐乐不仅长越运 还把门板咬破 最后磨片门组装成收纳柜 还好转换成其他用途 钱没白花 营幕前的朋友 你们都买什么仓鼠用品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使用心得 让更多的仓鼠新手 少走冤枉路 把钱用在对的产品 感谢帅哥美女们的收看 恳请订阅支持我 按赞并分享出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日日蒙福